这个是给对方构成了一点压力 控住了你一只宠物 其实情况之所以上网选手目前看起来这么惨 主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上方没有给下方任何的威胁 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对你诅咒 然后对你攻击单个点杀 这个情况也是恶性循环的 你一旦陷入被动之后被诅咒的选手肆无忌惮的这么攻击的时候 你就很难有机会来放祝福了 你没有机会放祝福 那就会被恶性循环不停的诅咒 其实你只要放一次祝福技能 你的持续时间是远大于诅咒的 当然技能等级也是关键 你要一级的话可能不会比诅咒高 总之是同等这情况下 祝福的这个回合时间是远远大于诅咒的技能 那么这波的话是成功点杀了对方的中全种之后 直接突防 然后把这个后方的功能给击飞 那么大迷糊选手的话非常可惜 这一轮的话被压制的非常的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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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顺便告诉大家一个比较不幸的消息 这场比赛的话已经是这回合已经是这场比赛当中的最后一战了 因为下一战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能够录到 但也有可能是双方选手刚遇敌就逃跑了 所以导致我们没有录到 我们在这边提前恭喜一下 最终获得胜利的并不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位选手 而是另外一位选手叫做大头一选手 也是一位诅咒流的绝顶高手 那么这两位选手并没有进行一个组这楼的对决 而是很快的结束了战斗 应该是逃跑了 所以这次比赛到此为止就结束了 最终获胜的是大头选手 我们恭喜他 第一轮获得了胜利 那么如果兄弟们也想参加这个比赛的话 记得下周下周可是可以购买陆维门票 可以直接入场参赛的